先说说我放生路上的神奇经历 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 我到昨天才决定随云巨寺的放生团 一起去云巨寺参加放生宴口法会 一大早从家里出来 空气清新 阳光明媚 感觉到春天的气息真的是来了 计划是坐699路公交的 然后到大中寺换乘团里的大巴车 还没到车站的时候 就有一辆699开来了 我一路狂奔 去追车 可是自己平时疏于运动 又穿着双摇摇鞋 可想速度也是快不了多少 眼见着车下的人陆续上车了 我估计是悬了 心里不禁默念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圣号 希望自己能赶上这班车 真是巧啊 车门已经是关了 却因为车头那边也跟过来一个女子也要上车 司机师傅又打开了车门 好巧啊 巧还是佛菩萨加持 上车后 我找了个座位 就开始用耳机听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然后自己读了一遍大悲咒 看还有时间就听了一遍录音的大悲咒 干下车了 起身站到车门前 这时候车上的人已经是不少了 我身边站着个男子 我没细看他 只是感觉随着车身的摇晃 他没有扶着栏杆猴尔会碰我一下 售票的师傅在一边提醒着扶好了 扶好了 我看了一眼男子 他依然没有服 车到子主院了 我要换车 要下车的时候 忽然有个女孩很激动地问我 是否是和那个男子是一起的 我莫名其妙地说 不是啊 我不认识他 女孩提醒我看看自己的钱包还在不在 我个人 钱包不在了 旁边的男子从怀里掏出了我的钱包 男子竟然是个小偷 他年纪有五六十岁了 真的不是那种张头鼠目的人啊 但是看他面不改色的样子 的确应该是个老手了 我连连向那个姑娘这些很佩服他的勇气 遗憾的是 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留他的名字和照片 我并没有对小偷有多气愤 只是一直在说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真的 这是放生的钱 如果他偷了 他的罪过可是大了 相对来说那姑娘的功德也大了 我没再追究他 让他下车了也许该送他去派出所 赶到大中寺的时候 正好是集合的时间 坐在车上和同行的师兄们聊起这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菩萨加持的 真的应该是福菩萨加持啊 不然怎么那么巧 我增加了放生款 把其中的一份功德回向给帮我找回钱包的小姑娘 她做的 不仅仅是帮了我一个人 最后说我和蚂蚁沟通的事情 我刚搬家有三四个月吧 这是个有十几年的老房子 各方面都是我想要的那种 很是满意 只是刚搬进来的时候有零零星星的蚂蚁 就是那种小黄家蚁 不料最近一月尤其疯狂了 连卧室都有了 偶尔有掉落的食物碎屑都是爬满了 家里人很是烦 让我买蚂蚁要来杀死 我是不想杀生的 就在网上搜了一些不杀生也能驱逐蚂蚁的方法 也就是佛家的办法 于是我和这些蚂蚁沟通 希望他们在二十八日前搬家 我求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加持 让这些蚂蚁搬家 就把他们离苦的了 自己读地藏经也回向给家里的蚂蚁 并给他们做三皈依 希望他们早日离苦的了 蚂蚁竟然真的少了许多 不过还是有一些 二十九日了 家里还是有少许蚂蚁 家人比我买蚂蚁药 我拗不过 在京东商城上准备买 可是到付款的时候 网上竟然付款不成功 连付了三次都不行 奇了怪了 我心想 是否这样不好啊 我不该起这个念的 不该买这药物 自己就忏悔了下 继续读经回向给他们 求菩萨加持 大概一周以后吧 我竟然在家里找不到一只蚂蚁了 就是放上整块的饼干在原来蚂蚁出没的地方 都不曾有了 真的就那么神奇 希望见到这篇文章的人不要吓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希望相信众生有情 我们不要伤害他们 今天能写出这么多 我是怀着感恩的心来写的 写的有些啰嗦 不过这些不是妄语不是胡编 也许是个巧字 但是 真的是好巧 附录读者留言选灯 附录读者留言选灯 于是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把他们扫出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